春天风大 外出要注意防风 最近在河南郑州 汽修店的店主冯先生正在摩托车上低头看手机 结果被大风吹起的一大片塑料袋偷袭了 昨天我们这儿风比较大 我准备汽车出去了 低头看了一下手机 跟塑料袋飘过来 直接就给我包上来 整个人都蒙了 两个手坐在那儿 坐那个塑料袋 觉得好玩